香港製造曾经辉煌一时 电子、塑胶、制衣等等的轻工业产品 不单只外销到世界各地 蓬勃的工业发展更加养活了几代人 在80年代 製造业仍然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 当时的产业规模庞大 厂商将部分生产的工序 外发给俗称山寨厂的细厂加工 而当时的家庭代工也非常盛行 看看这两幅迎风飘扬的请人回合 这些长龙女月树立在工业区当眼处的广告招牌 上面所列举的待遇和福利 除了反映出本港工人流动性大 很多厂要长期请人 但也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本港工业 到底是不是处于衰退阶段 根据劳工署的资料 工厂停业的数字 确实是有增加的 不过正所谓有人持官归故里 有人留夜赶科长 新設的厂比倒闭的厂仍然多出很多 在七年十月经营中的工厂有两万多家 直至今年六月达到四万五千七百七十五家 香港的细厂超过四万家 占了全港工厂数目九成以上 这些五十人以下的厂仔 本钱不多 主要是靠人手操作 帮大厂加工 他们就是俗称的山寨仔 一般来说 细厂的业务没有大厂那么稳定 福利没有大厂那么多 很多工人宁愿去大厂做 细厂唯有用较高的薪酬去吸引工人 这样就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产成本 谭议员 你觉得香港政府对小型工业应该有什么政策 我认为应该辅助他们 我说的是辅助不是救济 一个小型工业或者中型工业厂 本身有活力 你就要帮助他们 让他们可以更强大 原因就是香港很多人 在中小型工厂里面做事 而中小型工厂根本是帮很多大厂 做零件、配件等等 就是整个工业经济的体系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分子 这几位阿婆在剪着牛仔褲的线头 就是跟制衣厂拿的 对于制衣厂来说 这样做既可以省回厂房面积 另外由于产品是着剪计 又可以尽量压低价格 一旦生意不好 还不需要遣散工人 只需要终止外发就行了 由于在这些细厂周围 有一大批好使好用的加工后備軍 所以细厂的名活性就更加大了 好似制衣这一行 生意淡的时候 可以好像这间厂那样全无一人 因为没有订单 工人都各自去找事做 工厂就处于冬眠状态 不过一接到订单 就可以像这间厂那样 加班加点之余 还要外发很多功夫 就会尽量的产照